我为了自己的开心而做 不是为了别人的眼望而做 一个人他很喜欢一个包包 喜欢个LV LV价值5万块 他只有2万块 他要借3万块才能买到 他借了3万块买了这个LV 请问他是一种真实自我 还一种吸甲自我 为什么 哎呦你知道吗 我这个LV5万块 我借了3万块 不过我很喜欢呢 所以你发现潘德 他是真实 20万还是吸甲 这样子的 不是你借了借钱 而是你因为什么买了这个包 如果你只是买了先要的 我有一个朋友 回到澳门去买了一个 十来万的限量版 一定把发票放到包里 我跟他吃饭 我说这个包包好特别 我都没有见过 他是那种限量版的 就是那种什么绿色皮皮的 就LV真的很少见 包十来万呢 我说啊这么贵啊 我说我买了几万块 他限量版你懂不懂 马上偷出发票给我看 我不看他的发票 他就气得不得了 就是经典的实际自我 因为我不看他的发票 他就生气 他买这个包包 就是为了看发票的 可是如果我很喜欢他 不哪怕借钱买 买了我就喜欢他而背着 哪怕去当个菜篷子 我都很开心 那个才叫真实的自我 我为了自己的开心而做 不是为了别人的眼光而做 但是我们的的切切 为了别人的眼光 做了太多的事 龙格说过一句话 人有两次出生 第一次出生为别人而活 第二次出生为自己而活 所以你做好准备 为自己而活了吗 从意见老师这课开始 读懂别人